今年的景德鎮陶瓷博览会 它都有哪些亮点呢 我觉得其中一个 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在这次2023年的 景德鎮的陶瓷博览会上 展出了景德鎮小朋友的 陶瓷艺术作品 在这次景德鎮的瓷博会上 专门开辟了一个交流馆 而这个交流馆中呢 其中有一个展台 它展出的作品啊 都是以小朋友们创作的 艺术陶瓷 像是看盘和那个 艺术作品雕塑为主的 这些小朋友创作者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十周岁 那么展出的作品呢 就是在盘子上绘画 然后烧制成陶瓷的艺术作品 作为一个艺术的鉴赏和观赏 那作品的创作者呢 大多数都是来自景德鎮当地的小朋友 当然有些作品呢 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并且有些作品上还著名了 是经过老师的修改过后的一些作品 但这些展品呢都能够反映出 景德正年轻人对于艺术的这个热爱和他的那种热情 那么景德正的赤博会是每年一次都是在十月份召开 连续持续五天 那么在这个词博会上呢 他主要是以那个日用陶瓷 艺术陶瓷 当然呢 这也是千年词读景德正 他们当地的资助的一个产业 当然景德正的家长是很重视小朋友 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 兴趣爱好和陶瓷艺术绘画的一些技巧 家长们的目的一方面呢 是出于自己家族的陶瓷企业文化的一个传承 或许将来孩子继续指成副业 在做陶瓷相关的产业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陶瓷艺术的一个技能 这是一方面的培训 当然家长呢 还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即使孩子将来没有从事陶瓷艺术相关的职业 那么这对于年轻人 他们在成长发展阶段 也是一个很好的艺术的熏陶 跟随我的视频 大家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创作的这些艺术作品 喜欢这些艺术作品的话 就给孩子们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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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